天成利用谢小天逼迫谢天又退位,谢天成成谢是最大股东,谢小飞谢小天兄弟反目悲伤谢小飞被扫地出门,心疼谢小飞,沉默,童小姐今天穿得好心好美啊,你们今天不是来开发部会的吧,是来发狗粮的吧,小飞,撒点就撒点呗。 小飞,你疯了是吗?为什么帮外人欺负我爸?小天,这个外人比你爸更懂得尊重我,是不是很愤怒?这十几年了,我每一天都在承受这种滋味。小飞,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好处?小天,没有任何好处,就是报复,我要让你们父子俩都尝一尝被欺负的滋味。 谈谈关最新剧情中,谢家破产有没有可能是董事长为了让小飞快速成长眼的一出戏给小飞看的,破产之前董事长说过一句话,在失去权力的时候,谈恋爱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同时也是考验同微,是不是因为钱而跟小飞在一起的? 董事长想看看,小飞能不能在如此局势下力挽狂澜? 根据以往电视剧的套路汤米菜,可能就是杨幂一直在找的蔡天兰,然后杨幂发现当年就是蔡天兰为了帮黄子涛他爸贪污,后面栽赃给了杨幂他爸爸,杨幂他爸才被害死的,杨幂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杨幂和黄子涛两个最大的考验终于来了,现在开始两个的感情,要进入白热化了。